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週一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大學的麥康奈爾中心 公開討論香港問題 以及最近生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麥康奈爾表示 香港近期的抗議活動可能轉移到大陸 這可能是習近平最遭的噩夢 麥康奈爾1992年提出《香港政策法》 基於香港有別於大陸的優惠待遇 上週 川普總統簽署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該法案的更新版 增加了逐年審核以及製裁條款 蓬佩奧表示 美國是要確保中共 信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蓬佩奧說 美國堅定要求中共領導人履行其一國兩制的承諾 尊重香港人民的自由權利 中國共產黨會負責這些人 保持這些承諾 你看到香港人在香港要求 他們想自由 機會提出自己的家人 去練習他們的信心 他們想要的承諾 中國共產黨的承諾 這已經50年了 蓬佩奧強調 中國並不等於中共 美國與中共的衝突 不是美國與中國人民的衝突 《青唐集團》李梅上鏡跟火刀 《青唐集團》